哈喽,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桃 欢迎你收看我们今天 甲州选举的线上talk show 那今天我们谈论的主题是 梁振与列振之间的对决 那为了让今天的这个talk show 看起来更多火花呢 我临时就加了一位嘉宾 那在我身旁的 除了有刘震东 民主党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之外 我还请了张玉刚 他是我们社情团的熟理团长 建大纳拉大的州议员 我们欢迎他们 那不要讲我没有给大家预告哈 那今晚有两位嘉宾的这个主讲呢 他将会是一场有别于 以往不同的这个talk show 那希望你可以多多的将我们的这个talk show 大大力的分享出去 我们今天请了两位嘉宾 替你分析甲州的这个选情 那首先开始呢 我先问大家关于法律甲选情的一些问题 那两位都在马律甲待了一段时间 那我想问 先从玉刚开始 好 没有问题 好 那我就先请教一下玉刚 你觉得经过了这几天的这个campaign之后 你觉得现在的这个选情是如何 好 这样子 晚上好啊 小桃好 真的很好 那我就讲一讲 自己在这段选战里面 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感想 因为我所接触到的我们的支持者 或者我接触到选马律甲的选民们 首先呢 我是帮助艾特洛出选 我所接触到的我们的支持者 我也不要讲 这是我感觉良好 但是的确是反应是蛮好的 我所遇到的选民 我所遇到的居民 还有在马律甲的朋友们呢 都给予希望你们非常好的反应 不管是印度人 马来人或华人都好 但是呢 我这里我就必须要给予我们自己一个警惕 就是说 也许我们可能遇到的就是我们的支持者 所以我们也要警惕自己 不要掉入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局面 还有一个更重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所遇到的朋友 或者选民的支持者呢 都是我们平时会遇到的朋友 所以他们给予我们这种正面的情绪呢 不出奇的 只是我们必须也要知道的 我们上一届大选呢 马律甲之所以会拿下这个政权 希望你们之所以拿下这个政权 是因为完全是靠一个非常大的反风 而且是非常高的投票率 以及我们所知道的回教党分裂的选票 所以我们希望你们才有机会 去执政这个马律甲的州属 而这一届呢 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些重要的条件呢 有可能 有可能 我们未必 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的乐观的 这是我的看法啦 所以我们也有 是今天晚上呢 其实我会答应小桃的邀约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两个一左一右去夹公正 我们要得到更多进一步的内情 我们要知道 到底我们能不能够在这种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mood的选战里面 我们重夺马六甲的政权 好 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 今天晚上到底是双主持人还是双嘉宾 那我的结论是今晚是双嘉宾 所以益港也是嘉宾 所以我们多听他讲 好 我要夹公你而已 哈哈哈 OK 那郑东你这几天的观察结果 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现在的选情啊 大概就是希望你们这边可能有 大概10席有一点把握 嗯 嗯 巫统大概可能有10席有把握 那马六甲有20席 关键就在中间的8席 嗯 那这中间的8席 最后可能加起来 说不定可能不到2000票就可以决定 胜负 因为上一届选举都是有很多席位 嗯 都是在很小的差距 嗯 有些席位可能是200票 嗯 500票之间就决定了 嗯 所以 现在的选情大概就是希望你们有一些 基本盘 可能 80到10席 大概比较有保温 嗯 然后 巫统大概有 霸西到10席有保温 嗯 所以关键就在中间 OK 那其实刚才 双方都讲到当今的局势 双方还有第三方 哈哈哈 两位都讲到 当前马六甲的这个局势 那特别 就是郑东提到 你认为 关键在于中间的这些霸西 那其实呢 在选举开始之前呢 行动马内部王健林博士呢 他就做了 internal briefing 内部的这个 briefing 他是提出了 几个他的这个 根据数据跟上一届得票率 跟得票的这个数字的观察结果 其实呢 在马六甲28个州一席当中呢 有14个州一席的得票率 是少于50%的 那就包括了巫统跟行动党的这个得票率 那进一步在分析的话呢 巫统在上一届的周选呢 他们赢下了13席 巫统丹丹 巫统本身 那当中的8席呢 得票率是少于50% 然后有其中的6席的得 majority 就是 多数票 多数票 少于1000票 当中 其中三个 Jasin 多数票只有130票 然后 Asahan 多数票只有275票 RIM 多数票是536票 这个是巫统方面啦 就是 OK 那行动党方面呢 我们上次赢下了8席 当中有3席的得票率 是少于50%的 换的言之 如果我们撇开这些更细致的数据来讲 回到我刚才说的第一个数据 有14席的得票率是少于50% 换的言之 其实是很接近的 那你认为这一次的选战 会不会是像外界普遍上的印象当中 是希望你们没有机会了 就像郁刚讲的 我们都知道上一届大选 能够赢下马六甲政权 甚至中央政权 是因为全国的反风 可能有反纳吉的风气 可能有顿马的效应 各种各样 那你认为这一次 它还会是像上次这么乐观吗 这问题谁要先回答 我先 OK 我就也是一样 不要用太细致的数字来表达 但是我专注于我们民主行动党攻打的大个选区 来指示我们民主行动党自己分析 我们有四个比较危险的地区 就是比如说 Benban Duyong Pengalampatu 以及Gadet 这四个选区呢 在上一届的选举里面 无一不一例外 我们都面对了回教党的参与 所以形成了三角战或以上 当中呢 这些选区 所以我们如果从一个非常粗略的那个算法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如果这些回教党的支持呢 这回教党所拿到的选票 如果他们重新回归到巫统底下呢 那么巫统就会稳胜我们 因为我们的多数票呢 不及回教党的选票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 我令人担忧的局面 就是第一 在没有高投票率的情况之下 或者第二 在回教党再也得不到 好像上一届这样子的支持 这些选票都回流给巫统了 那么我们就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选战部队来说呢 我们现在也是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就是每票必争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自己个人 关于行动党的看法 当然整个希望你们的架构呢 可能要由刘振东那边 跟我们告诉我们更多的内幕和详情 和情报 OK 那我问这种问题 除了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 面对根据上一届大选分析 数据分析的这个结果 你就认为现在的选情乐观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个第二个问题呢 就承接玉刚的说法 那就是万一回教党的票 得票率不及上一次这么多的话 回流国阵的情况下 你认为这个情况可能吗 因为我们都看到啊 回教党跟国阵之间 这几天 针锋相对也越来越升级了 你认为怎么看 这个选战肯定是不容易的 这个选战对三方都不容易 就对希望联盟 国门跟国阵都是很不容易 希望联盟的困难在哪里 希望联盟的困难在是 投票率有多高 希望联盟的支持者 到底有多少人出来投票 是最大的关键 那过上一些大选 投票给希望联盟的人 我的看法啊 就是这些人大概不太可能 投给国阵或者国门 但是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他失望 当中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说 上一届他投票了 他从很多不同的地方 从基隆坡回到马六甲 从槟城回到马六甲 甚至可能从新加坡 从外国回到马来甲 这次他不一定回来 所以希望联盟 原有上一届支持希望联盟的人 到底有多少人出来投票 是关键 如果上一届出来投票的人 大部分有出来投票 这样的选情呢 可能希望联盟 执政的可能就有 那么国阵 国阵主要是武统 当然马华在两个选区 目前的说法是 两个选区他可能比较有优势 那可能马华有两个选区会胜出的 很难说 这个我们也要注意 我们也要小心 警惕 震动是指林万峰的选区 还有Ben Bang是吗 主要是 可以透露吗 目前看起来他们说 可能英万峰比较有一些优势 什么 但是 关键来说 现在因为 国阵跟国阵 国阵跟国门也在对打 国阵跟国门对打的话 武统 加马华 可能大概八到十个西维 他有优势 其他的 都可能 有混战 那现在打到现在呢 国门的支持者 包括说可能 我们本来有一些会支持Bersad Do的 支持土团的 还有支持回家长 现在越打下去 就好像扯得越远 那最后他会不会整合 当然有人会说 他可能像沙巴这样最后三天 他们谈好 太厉害的配票了 配票 我的看法是讲 目前 国门跟国阵 他可能 现在已经扯到一个程度 就是他只有在最后 选完了 如果两者加起来 国门跟国阵加起来 他有足够的多数息次 他可能最后被逼结婚 但是选前三天配票的 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他已经越扯越远 但是 我们今天的困难是在哪里 希望我们的困难是怎么样 能够在11月20号 就赢超过15席 16席 可能17席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特征 因为 如果我们只是赢13席 14席 15席 可能还是不够的 如果我们赢到17席 这样整个局面就不一样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目前最困难的 就是我们如果只是赢 如果只是希望你们只是赢10席 就算了 就是结束了 就做反对了 嗯 但是因为 现在我们可能有把握 8席到10席 那我们要冲刺 那冲刺 这过程当中 怎么样冲到17席 这个是我们现在最困难 最大的条件 OK 那 让我请教育刚 郑东认为 我们现在还有机会 冲刺到17席 而且 我个人认为 根据刚才提出的数据 未必没有可能 那浴缸你认为如何 如果是有可能的话 你觉得要怎么样 让西蒙在最后的 在选情的第二个礼拜 冲到17席 如果说冲到17席呢 这不是没有 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来的 只是它关键是在于 我们要如何去冲 冲你要有油 对 你没有油你怎样冲 现在这场选战呢 我们被很多人形容为 这是一场没有油的选战 怎么说没有油呢 我也不知道郑东认不认同 因为我其实我也很想问他 很多选民都告诉我们说 这是一场出师无名的选战 因为很多人都说 这是一场没有必要举行的选战 那为什么会无端端 这个政府就会倒了 然后很多人到现在也搞不清楚 所以他们更搞不清楚 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他们需要来投票 当然我刚才说的 我遇到的支持者都是蛮乐观的 而且也蛮支持我们的 可是不要忘记 这些都是一直居住在马六甲的 当地的选民 但是我们知道吗 上一届的选举 它当然不只是靠住在马六甲选区的朋友 也有包括很多的游子朋友们 就是这些离乡背景 在其他地方谋生活的朋友们 他们是在上一届抱着一股非常强烈的要改朝换代 希望有希望的那个情绪 他们回来投下着神圣的一票 而这一届呢 我们要如何 就是要有这个油啊 要如何去把他们召唤回来啊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很多人都说呢 我们给不出一个幸福的理由人家 这是我的看法 当然我不是要在这里散播负能量 但是我们也想听一听郑东的意见 我们是不是在后委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更多的油 这个油在哪里 我觉得一刚提的很好 现在其实我们的支持者 还有选民他需要一个理由 他需要一个支持希望联盟再次执政的理由 如果这个理由有的话 这个大家最后觉得受到召唤 那就有可能出现朋友拉朋友 同辈拉同辈 同学拉同学 这样子呢 就会有相对来说高的投票率 我们当然接受现在是疫情 疫情可能投票率不高 但是疫情呢 差不多到了第四期过后 其实餐馆也很多人 那怎么样让大家觉得说 11月20号去投票 跟去餐馆吃饭一样重要 这个我觉得是关键 那关键这个理由是什么 这个理由我觉得最后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 过去 有时候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在选战的讨论的时候 往往会有时候会 呃 我们的支持者会说 他们在选天使 那有时候可能我们在 我们的宣传当中 可能我认为说我们是天使 但是今天这个选战 他很清楚的 他有三个联盟 这三个联盟都是曾经当过政府的 有希望联盟 历史首席部长的人选 有国阵 国阵表面上讲 苏赖曼 是首席部长的人选 但是背后真正的掌权的人 是巫统马六甲的州主席 Ralph 那在这个国门 国门前面有Rafik Rafik想做首席部长 Rafik从史莱登政变的时候 就想做首席部长 另外呢 国门其实很想推的神秘人物 叫做他的这个女的候选人 女的首席部长 前所未有的女的首席部长 雷姆来了 雷姆来了 赢了才讲 赢了才宣布 但是他们说他会在投票日之前选 刚刚今天 Muhaydin Muhaydin今天在马六甲讲 这个 投票前一天 才来宣布谁是首长人选 因为政党里面 有些人也会有ego 也会有个人主义 Rafik的个人主义很强 所以就 现在要安抚Rafik 他希望说 最后一天推出 Muhaydin 因为他之前是Bertree的团长 巫统的女青年团的团长 然后现在是副部长 现在是土团的 那他是土团的所谓的神秘人选 这搞不好会是最后的这个秘密武器吧 如果在最后零投票的前三天 宣布了这个女性首长的候选人 搞不好会对选情造成一个冲击 他可能会对Rafik有一个直接影响 因为Musk跟Rafik是在同一个选项竞选 所以到底这个 会不会是直接冲击到Rafik 还是说 对整个全盘的选举有影响 我个人的看法是 如果是最后一天宣布 干脆不要宣布 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但是他们背后的什么考量 我们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 现在的情况就是 希望联盟有很清楚的首长人选 首长人选是案例 国门 目前的传法是这样 目前的传法 这个是国阵里面的传法 就是说 Sulayman 他已经宣布了 Sulayman是国阵的首长人选 那Sulayman是好好先生 我目前有一个传法 这个传法就是 Sulayman会做首席部长 做到第15届大选 15届大选过后 Sulayman选国会 然后给Rafik做首席部长 这个是目前外面的传法 到底是有多真多假 但是很清楚的 国阵是两头马车 巫统是两头马车 这两头马车呢 Sulayman没有什么影响力 但是他是好好先生 很多人就觉得说 Sulayman还好啦 没有太坏啦 但是真正掌权的 是武统主席Ralf 很多人想说 阿利对Ralf 这个感受就很深了 因为 有时候好人 没有坏人 对称 就没有什么感觉 大家一看 阿利对Ralf 有很多这样的感受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 这个选战呢 选民跟过去的选举不一样 过去我们的支持者 他是选我们是反对党 我们是正义支持 我们对的是邪恶的力量 但是现在这个选战呢 是三个有做过政府的 自政党 这三个自政党 谁能够做比较好的政府 然后三个政党 谁的领袖 可以领导这个政府 未来五年 这个现在是很实际的选择 这个是 现实是很实际的 这三个选择里面 谁比较好 他这个三个政府里面 谁是好政府 谁是劣政府 我觉得说 选民的心里有一八成 OK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选民哦 你小总结也不要给我 我没有总结 我说连小总结都不要给我做一下 OK 你们搞到完哈 没有 我真的觉得选民千万不要掉入说 苏莱曼是个好人 然后Adri也是个好人 所以很 有一种左右为难的情景 因为我们都知道 苏莱曼他是在过去十九个月 他也是马六甲的首长 他我们已经知道了的 他是个傀儡 他不是个好人 他是个被 他是个被操控的傀儡 所以才会爆出说 当时候他们 施政的时候 有no-being policy 这种种种的 极端的政策 所以这是我们 一定要认清楚的一点 他不是好人 他也许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可是在政治上呢 他是个被人操控的傀儡 他背后的那个人的意图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错选择 那玉刚刚才讲的 所谓马六甲 前朝政府 也就是在 喜来登政变过后 替代西门的这个政府 no-being no policy 其实指的就是 种族政策 意思就是 如果你的 没有跟当权者 有一定的利益关系的话 那其实你不能够在 当权者的身上呢 能够获得政策的一些 好处跟机会 这个就是 马六甲现在 疯传的 no-being no policy 的这个东西 那其实 我觉得他在这里 小桃 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说 其实 马来西亚政治 现在有一个 两个大的对领 这两个大的 原则或者是 想法之间的 这个分野是这样的 希望你们从 2008年 其实从2008年 2013年 2018年 希望你们大的框架就是说 我们希望可以争取 各族的支持 我们希望可以争取 华人印度人 马来人支持 我们当然明白 在希望你们这边 可能马来人的支持 过去没有这样多 但是我们一直坚持说 希望你们要是一个 多元族群 不管马来人的支持 是不是到一半 但是至少我们要 越多马来人支持 但是也要争取 所有人的支持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 怎么样在希望 联盟推的执政过程当中 以多元的形式呈现 所以2018年大选很有趣的 2018年大选 希望联盟在 吉伦坡直辖区 还有雪兰额 得到四成的马来人支持 然后呢 国阵 还有回教党 他们得到的马来人支持 都少过希望联盟 所以希望联盟在直辖区 是最大组的 在雪兰额是最大组的 在得到四成马来人的支持的 情况底下 希望联盟在雪州 56个州议席里面 赢52个 在直辖区 11个国议席里面 全部赢到 马六甲跟柔佛呢 希望联盟得到 总体来说 三成的马来票 但是得到 八成九成的非马来人选票 所以我们在马六甲 在柔佛就自胜 为什么呢 马六甲跟柔佛都是 很多选区是 马来人五成到六成 非马来人可能三成到四成 在这样的选区底下 如果我们有三成到四成的 马来人选票 那么最终 可能选民会支持 就加起来 最后 我们就能够自胜 那国门跟国阵的问题是这样 喜来登政变的时候 他是以 反对多元 然后反对行动党 然后以马来人 单元主义 的旗号出发 喜来登政变是 2020年2月23号 2020年2月5号 我去见母费店 我跟他谈 那时候已经有一些听闻了 喜来登政变会发生 我就跟他说 我说 但是 如果你跟巫统 还有跟回教党合作的话 最后他们两个党会吃掉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2018年的大选的时候 土团 巫统 回教党三个党是对打的 现在你三个党 以马来人 政府的做法 要一起自政 可能 你要政变是可能的 但是你要一起去参选 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三个党 上一切一起打 你要分议席 不要讲分章 你分议席分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 选举在马六甲就很清楚了 它是一个多元对单元 我们今天要争取的是各族的支持 希望你们很清楚 要争取多元的支持很困难 因为有时候你对方就来吵 你这个事情好像太亲马来人了 然后对方又去来吵 在马来人当中吵 你去帮助陪峰中学 就是等于亲华人 所以就不亲马来人 但是我们那个多元的想法是 今天这个国家 其实我们可以多元族群都能够生活的好 所以今天这个马六甲选战 除了看到说是三个政府的对打 它还有一个就是多元对单元 OK 想请教两位 刚才你们说到这一次的周选 是三个曾经执政过的政府的一个对决 那我想请问一个预设问题 就是万一马六甲周选的结果是 就是我们看到三分天下没有一个政治联盟 能够获得超过二分之一的席位 那希盟的定位是什么 或者是他将会怎么样的牵动马六甲甚至全国的这个政局 那这个问题谁要先领教 首先我就说这个政党的重组呢 在这个马六甲的周选如何会重组呢 这个可能就不在我的范围了 因为郑冬是中央领袖 听他的 我就不谈这个东西 因为我没有太多的内幕嘛 在这里吹也是吹水而已 所以我就更加讲的 讲就是如何牵动全国的那个格局 我先不管他怎样如何政党重组 选后所谓的西门跟随合作 或者国门国阵如何合作 先不讲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很多人说这个马六甲周选是个前烧战 前烧战的意义是在于我们用一个很形象化的那个比喻来说呢 就是这一场选举呢就是 巫统和国门包括回教党和土团呢 他们他们其实目的很明显的 这场选举呢就是因为他们故意解散周一位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开底牌 开到底牌 好像你玩配牌这样子 你玩扑克牌 吹了整两年那个Mofakat National 从Mofakat National开始到Igata National开始呢 三大马来政党呢都说自己在马来社区拥有他的支持率 可是到底谁真正拥有这个支持率呢 没人知道 因为没有一场选举嘛 所以大家都只通过吹 有一场选举的那Saba 可是Saba他不是在半岛 所以他参考意义不大 所以这场选战呢 巫统他想开底牌 他想证明自己没有其他两党的帮助 都能够赢下一席 那么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呢 就非常可怕了 因为巫统呢就代表说 我们整天说的盗贼回归 那如果是回教党和土团呢 证明自己还有一战之力 他抽的底牌还是可以看的 那么也是国家的灾难 因为我们都在这个19个月的国门政府里面看到 这个伊党呢在政府里面 他不是要来执政的 他只是在来 他是要来讨东西的 他是要来掠夺我们国家资源的 他其实比另外一个盗贼 比我们赶走的盗贼更加恐怖 所以我们是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的 但是这种开底牌的现象呢 其实就是会影响下一届的大选 下一届全国大选之前的格局 这是我的看法 因为他们要开了底牌 他们知道他们之后要怎么做吗 但是至于政党如何重逐呢 这个就要听震动了 因为他真的是中央的布局来的 所以如果根据玉刚的开底牌的这个说法的话 那其实像沙巴选举上次出现的所谓 2018年大选以后 其实没有太多的改革 巫统 目前还有很多人希望通过Najib的影响力 能够延续巫统的生命 但是Najib其实吸引不到中间选民 可以吸引到中间选民的可能是 比如说巫统和苏里主席Mahasan 但是今天有一个很调格的情况 Mahasan没有部长的自卫 Zahid 巫统主席也没有部长的自卫 有部长自卫的是Ismail Sabri 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是在想 到底Ismail Sabri想要巫统在马瑞甲赢还是输 这个很有趣 因为输了的话他可能就没有首相做了 输了可能 可能 巫统就没有给他这样大压力 Ismail Sabri现在其实也是很怕巫统赢的 就是不管是巫统赢还是输 他都会面对毕宫吗 不一定如果巫统输了过后 将Zahid Najib 还有现在的这个鹰派 巫统的鹰派的势力 现在巫统的鹰派是认为说 我们不需要其他的政党 我们现在马上大选就好了 那巫统鹰派是这样看的 巫统鹰派说现在马上解散巫统会赢 但是Ismail Sabri想做久一点吗 Ismail Sabri的这个人生目标很简单的 Ismail Sabri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做比母黑店多一天 母黑店做十七个月 所以Ismail Sabri在第十八个月解散国会 就是想做 就是应该要做好做满 就是很简单 不要做历史上最短命的事情 有些人 也很难被打破 但是现在的还有一个问题是 巫统它其实结构上没有改变 比如说巫统的俗里主席马哈萨 巫统的副主席卡雷诺丁 柔佛州的前州务大臣 这两天讲什么 他们说巫统必须要做核心的政党 他说Core Party 他说法是这样的 他说只有巫统自政 只有巫统做老大哥 这个国家的政局才会稳定 这个说法是一个歧视 只有巫统复辟 只有巫统回朝 国家才会稳定 只有巫统做老大哥 你们大家才静静不会讲话 但是2018年其实是在马来西亚人 这个历史上 它是一个心理障碍的突破 为什么这样讲 我当过国防部副部长 我有很多军官的朋友 军官朋友跟我讲什么 他说2018年大选5月9号的时候 其实5月9号的时候 只有三成的军人投希望你们 大概两成多的警察投希望你们 他想军队跟警察投希望你们 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人 也证明过后军人跟我讲 军官跟我讲 他说我们是当时很讨厌Najib 我们是决定了投希望你们 也投了希望你们 投了过后回家发投 为什么 因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不曾换过政府 不曾看过政府换 换首相 不曾看过政府换人 不曾看过换政府 他们怕乱 军人跟警察如果乱的话 他们要到前线去的 好了 现在他们跟我讲 换了三个首相 换了三个政府换 所以这个是巫统现在面对的问题 巫统认为他可以复辟 复辟以后 巫统做老大哥做王 国家就会稳定 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巫统到今天 巫统国阵的竞选宣言 他以什么 Castabilism 他是巫统提供 稳定的政党 但是马六甲的政治 巫统是乱源 马六甲的政治是巫统 乱才乱的吗 因为我们已经被他搞出来了 喜来真正病 我们被他搞出来了 乱是谁乱 是巫统才是乱源 所以巫统今天没有经过一番洗礼 没有经过一番新的领导层 新的想象 新的论述 巫统现在希望通过马六甲复辟 通过马六甲全国复辟 这个是我觉得今天巫统的问题 但是这个影响还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 为什么我说最后我会希望说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全民动员 我们需要一个全民动员 我们希望 希望联盟可以赢15到17席 最好可以赢17席以上 原因是这样 因为马来西亚政治的稳定 关键在今天马六甲选举 希望联盟可以赢 希望联盟如果可以赢17席的话 顺利成立政府 那就稳定了 那就没有所谓的 柔佛州要选举了 当然我是柔佛州行政党的主席 今天晚上 柔佛州行政党在马六甲选举 前首相也是柔佛州的州议员 他在马六甲选举 他说他骂这个 巫统的Sharrel 星山的Sharrel 他说我很认识Sharrel的Sharrel 因为他说 Sharrel挑战柔佛州议员 这个联盟政府 解散柔佛州议员 为什么呢 因为巫统的鹰派想现在马上选举 巫统的鹰派想在柔佛现在马上选举 巫统的鹰派想现在全国大选 这个是巫统鹰派要的 所以Sharrel代表巫统鹰派 他就挑战某一定 有总不是退出咯 退出马上就解散咯 但是今天 要怎么样 让全国未来一年没有大选 让全国 未来一年没有选举 没有周选 关键就是 怎么样在马六甲 确保希望联盟可以稳定的胜出 希望联盟如果在马六甲 可以胜出15到17席 可以组治政府 那么巫统也会进进 巫统也会被逼改革 这个土团 他也会 他必须改革 他必须想到底下一期大选他要怎么样 那他就不会去 Sharrel去讲Mohidin笨 Mohidin讲Sharrel笨 这些闹局 就是巫统跟土团这些闹局 就会占一个高楼 其实我觉得刚才郑东提到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他把这一次的马六甲周选 旷定成为是为了避免巫统更快的通过解散国会 甚至其他州议会来达到回潮 回归这个权力核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战场 那其实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呢 常常听别人说的就是 万一这次希望联盟胜了甚至超过15席 17席胜了马六甲之后 或许国门跟国政会在来界的大选重新整合避免三角战 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的实力跟三角战的盘转都不是最符合大家的这个formular 所以刚才郑东提出了这个相抗的这个这个说法 我个人是觉得很有趣的 因为刚才郑东也提到 巫统在这一次 巫统在上一次509之后 他其实缺乏一个新的论述 因为大家都习惯了换政府 大家都觉得换首相是没有问题 那如果匆匆解散其他州议会跟国会的话 他完全不需要这个新的论述 因为他只需要吃老本就可以了 吃这个三分天下的这个老本 或者是有人甚至在情急之下 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常常人的心态就是会选择最熟悉的那个logo 再加上可能上一次西文执政过后 对马来人来说有很多噩梦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看法是蛮新颖的 那我是想要请教育刚 我先打擦一下 当然可以打擦 这中间的肯定有机会打擦 有两个重要的点 第一就是巫统跟回教党 未免必须一战 你是说来界大选吗还是这一次 对来界大选结构上他一定要一战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2015年回教党分裂 回教党在1999年到2015年之间 其实他有开明派的 为什么懂 是因为我的这个大学的论文 是写回教党 我研究回教党 那么回教党 1999年到2015年他有开明派 开明派呢 可以赢得西海岸的席位 就是霹雳州 雪兰娥州 深美兰州 马六甲 柔佛州 这些西海岸的议席 开明派是可以赢 但是2015年回教党分裂 分裂了分裂出来的人全部去了陈信党 回教党现在只能够赢得他的老本 老本是哪里 纪兰丹丁佳奴 东彭亨 彭亨东部 还有霹雳州北部 加基达 玻璃士他也不一定 因为玻璃士宗教上 他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对立的这个结构 那么回教党这个老本呢 刚好也是很多选区是80%马来人 90%马来人选票 这些是巫统有可能可以赢的 那么如果我今天是巫统 我就要去打回教党 因为巫统他也没有 刚刚我们讲多元跟这个单元的问题 因为西海岸 刚刚我们讲的州属的选区 比如柔佛州 摩西尼的选区 摩西尼的选区64%马来人 32%华人 4%印度人 这样的选区 所以如果马来人票60% 40%或者50% 我一定就不赢了 我一定上一届在西望联盟的 这个情况底下赢的就是 因为他有马来票 有华人票 有印度票 所以他会赢 这样今天的问题是这样 巫统在西海岸 他也不确定他可以赢多少钱 但是巫统在季兰丹 他觉得说季兰丹是1990年 10月大选的时候 回教党赢的 赢到现在 今年已经31年了 明年32年 如果2023年大选33年 巫统觉得 今天去打季兰丹的回教党 比打雪州的公正党政权更容易 OK 所以这样的情况底下 巫统跟回教党 迟早必有一战 什么时候 那么在另外一个论点是这样 另外一个论点很简单 就是 到底有没有马来人中间选民 这个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呢 当然很多华裔评论人 很多大军说 马来人全部都是会选巫统的 但是如果马来人全部会选巫统 2008年就不会有政治海啸 2013年 西望联盟就不会在半岛还能够赢得80几个西位 半岛有165个西位 西望联盟在2013年还是一个80个西位 到2018年 西望联盟在半岛165个西位里面 1998个 意思说什么呢 意思说 有一个这样的组合叫做马来人中间选民 马来人中间选民不会听武统的 马来人中间选民要什么 要一个连接的政府 马来人中间选民要一个 族群上不是太对立的 然后要一个政府呢 是不会有太多流氓的 这个武统到后来的时候 像Ralph这样的人 很多人讲的是流氓 所以今天马来人中间选民 加上在既然当 巫统跟回教党必有一战 这两个因素下来呢 我觉得政治格局还是很大时候由这两个因素牵动 没错 政治格局的确是由中间选民 像郑东讲的来牵动 那回归这一次的这个马六甲选战来说 你觉得如何要在最后的第二个礼拜 最后的一个礼拜 就是还可以趁胜 不是你不是趁胜追击 我是不是太悲观了 怎样可以呼唤 趁胜追击好像是很骄傲 你很骄傲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呼唤更多中间选民出来投票 因为我们都知道 可能中间选民很多在新加坡 可能很多在KL 他可能会趁这weekend去Peneng吃拉萨 也不会回来马六甲吃牛鸭 要怎样 如刚才郑东的讲法呢 他的论述呢 其实已经透露了 不是对希望联盟的危机而已 而是对这个国家和这个人民非常多的危机 刚才郑东的论述里面有讲到的 比如说 巫统国土团还有回教党之间的博弈 他们只会愈演愈烈 不管马六甲的选战成绩如何 其实这三个政党 刚才郑东都有透露了 是愈演愈烈而已 因为为什么呢 土团和一党呢 他不管怎么弱都好 我们说他没有基层 就是土团啊 没有基层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这些人在中央还是有官职 还是掌控资源 还有郑东刚才有透露说 Ismail Sabri 他有可能不是巫统的朋友 而是土团的朋友 他可能是助攻土团 因为他想做久一点的首相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资源争夺战 在马六甲选举之后 只会更加恶劣 国政国门 这两个阵营呢 同一个屋檐下 可是却跑两条路 但是却是同一屋檐下的 他们在政治资源的分配和争夺呢 是可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那个恶劣 这个这样子的现象呢 是其实对我们国家人民来说是非常鼓励的 这个时候呢 我希望这个危机感呢 就可以带出来给我们一个现象 就是说 你会看到国政国门还有西门呢 西门是唯一一个解开这个乱套的唯一解药而已 所以对我来说呢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 虽然可能讲了没有多少人听 可是却必须要告诉所有的人说 回来投票 这是刚才郑东所说的 西门要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 为的不是要什么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要告诉国门和国政 要给他们一个信息 停止这些 只是为了个人利益的利益和资源争夺战而已 而且我们要stop 我们要stop他们 所以这个战役呢 从马六甲开始呢 直到下一届大选来之为止呢 我刚才说的 西门是唯一一个解药 因为西门是唯一一个阵线呢 不是要去争夺这个资源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一个阵线来的 我知道有很多选民会说 这样你现在逼我选择而已呢 你是不是给我唯一的选择 没有错啊 现在摆在我们的眼前就是 另外两个阵线是为了自己的 而只有西门呢 它是还是 西门是 不是说我们 西门呢 西门呢 是人民的力量 催生出来的一股改革的力量来的 我希望 选民可以知道哦 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 是不会有西门联盟的 西门联盟是 从308海啸开始 到509改朝换代 人民所催生的一股改革的力量而已 我们 这是一个每个人民 每个希望马来西亚更好的人民 都应该有的一份责任的一个义务来的 维护西门联盟不是说要维护西门联盟的政客 而是维护可以 继续 医治这个国家的解药 所以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 是挽救马来西啊 在未来堕落 这个深渊的唯一一个解药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大家来参与的 只能说 希望 知道的朋友呢 把这个讯息 传出去 因为 这个西门联盟呢 如果垮了的话 你就再也很难 再也可能找不到 在短期之内 找不到可以 解开这个 恶斗和恶局的这个解药了 这是我的看法 ok 那其实刚才玉刚刚讲到的 这个改革的新势力 是由人民一起催生出来的 我觉得 这个东西可以在过去 22个月的一些努力 跟一些诚意上面 总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因为可能 大家总喜欢把目光放在 可能是一些媒体啊 或者一些网络枪手 所塑造的这个语境里面 所以你只会看到 可能希望联盟里面 有谁是谁是谁是是练拳的 可是如果你去观察 国文或者是英文的这个媒体 你会发觉到 慕尤丁不断的在指责巫统 是乱的那个根源 他就说你看 马六甲周选 都是巫统的这个议员跳槽 那同一时间 他好像忘记了自己 才是发动喜来登 政变的这个幕后黑手 那同一时间 国阵也不断的在指责国盟 才是乱的这个根源啊 你有跳槽啊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把目光 放得更大更远的时候 回去想一下我们的国家 到底是需要西盟国盟 还是国阵的这个执政团队 我相信你的心中会有一把尺 会有一个答案 那我想请问 郑董回到来这一次选举 回到来这一次选举 假设 假设西盟真的是失败了 你觉得 西盟在来这些大选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胜出啊 当然我也明白 我也说过这个是很困难的 这个选战因为我们没有资源 我们对打的是对手 我们优势是过去的22个月 就是我们制政的时候 相对于 巫统 马六甲巫统 制政的19个月 选民有一把尺 你去问其实马六甲的选民 22个月希望联盟制政 跟 Rauf Suleiman 制政了19个月 有什么看法 这个选民很清楚 这个对比是很清楚的 这个是你不能够去弥补的 也非常公平 也非常公平 那当然 如果希望联盟 我们没有办法赢得这个选战 最后可能我们只是赢10个席位 对方 就是国门跟国阵加起来 他可能有18个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 变成他就是一个很大的困局 希望你们就必须面对说 你要怎么样去应付来界大选 你要怎么样去应付来界大选 你怎么样能够再 而且可能也要准备 其他的州属 比如说巫统的鹰派 会推其他州属 在未来的 2022年的上半年解散 那我们现在能够避免的 我们希望是说 这一次在马六甲 如果是希望你们胜出 那你可能就 通过中央的这个 量体备忘录 通过 马六甲的选战 结果 可以稳住局面 稳到 2022年9月 甚至更迟 那是最好 但是如果是说 希望你们在马六甲 败选的话 那么这个希望你们 全国都要准备 面对其他的州属 随时会有州选 然后要准备 然后要准备面对 一个很严峻的全国大选 那马来西亚其实有一个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 2018年其实打破了巫统的霸权 打破了巫统的一党独大的这个权力 也其实打破了巫统控制州属 巫统主席 的结构 怎么说呢 2018年以前 西马半岛的选举一定是中央跟州一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巫统的州属 都是巫统主席控制的 巫统全国主席他也是首相 他控制各州 那么槟城啊 季兰丹 季兰丹是回教党 槟城是新农党的 如果是中央解散 他也跟着解散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 如果你分开选的话 整个中央政府 巫统的中央政府 就来攻你了 但是2018年打破了巫统的一党独大 也打破了巫统的中央结构 现在 Isma Sabri 到底是巫统的首相 还是土团的首相 这样没有人知道的 Isma Sabri 今天希望巫统在马六甲赢 还是在马六甲输 其实大家也不太清楚的 所以Isma Sabri 现在周游列国嘛 去各国访问 这样就减少来马六甲 人家在找投资 对他减少来马六甲 这样就是马六甲输赢 与我无关 那巫统呢 以前是巫统党主席 一个人做决定的 这一次Zahit讲 我去德国医病 然后呢 巫统的马六甲的这个决定呢 有三个人决定 就是 Zahit 处理主席马哈萨 跟首相Isma Sabri 但是Zahit跟马哈萨 现在是绑在一起的哦 他二对一 Isma Sabri 没有话讲哦 所以Isma Sabri 是可以越走越远 就不关马六甲的事情最好 选完选赢选输 不关我事 好吧 接下来 柔佛的巫统没有听中央的哦 霹雳的巫统没有听中央的哦 横横的巫统没有听中央的哦 真的吗 因为他 反正他 现在就是一个新的这个联邦结构了 州政府他自己瓦西嘛 因为联邦是Isma Sabri 是不是巫统还不懂啊 所以这个我们进入了一个 马来西亚政治的混沌期 那马来西亚政治的混沌期 要能够怎么样能够找到出路 找到出路就是今天 如果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选举 在马六甲树立多元的结构 这个多元的结构是最后选票 可能有四成甚至一半的马来选民 支持西方联盟 有七八成甚至九成的这个非马来人 支持西方联盟 然后投票率够高 投票率是六成六成半以上 那我们当然很难寄望说有八成以上啊 但是如果投票率有超过六成 六成半 然后最后的结果跟上一期大选的结果 没有太大差距 有一半的马来人支持我们 有大部分的非马来人支持我们 那这个就是一个对全国未来政治结构很强的讯息 预告有什么东西要补充 或者是你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没有 是刚才已经讲了 ok 那在今天的这个论坛结束之前 我在这里要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那就是待会的十点钟 火箭豹将会为大家直播 今天的这个决战古城的线上扯达骂 那今天的线上扯达骂呢 会来到现场 和大家扯达骂的重量级嘉宾 我们有民主兴议党的秘书长林冠英 我们有扯达骂同志 我们还有来自沙巴 但她是马路亚女婿的 亚比国会议员之同间 等等的领袖将会为大家 线上扯达骂 那在今天的这个论坛结束之前呢 我还想恳请两位 对今天跟我们一起在线上收看 Facebook Live的观众们 做出最后的呼吁 不如先预党先开始吧 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希望联盟呢 不是希望联盟的政治轮廓的 这是一个 这不只是一个政治联盟 或者政治阵线 或者政党而已 对我来说呢 因为我从三礼拜开始 是投身的运动 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感触的 这是一股改变的 改革的力量 以及改革的希望来的 每个人当他支持义无反顾的 投票捐钱 从老远的外国回来投票呢 去支持这个阵线呢 都是为了要为国家带来更好的 美好的未来 所以呢 呃千万不要说 这一场选战呢 没有意义 投票没有意义 投票是有意义的 政党的政治人物呢 他在政治层面上博弈呢 他虽然是为了自己 那国门国政这些 可是我们别忘记 在我们民主的国家呢 有选举呢 有选举就是代表说 最后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 由这个瓦锡的东西呢 谁来瓦锡呢 是人民 是每一个选民 所以千万不要放弃这个 你有的选 我们有的选 我们要珍惜这个选举的机会 我们千万不要不要选 因为你不要选 你放弃选举 你放弃选举 你放弃投票呢 就等于说你放弃投票自绝 自主的这个权利 你放弃投票 你放弃自主自绝的这个权利呢 就是由盗贼 由那些强匪来帮你决定 来决定我们的未来 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这是这个希望联盟 不是我们政治人物而已 其实是所有渴望 为马来西亚带来更美好的改变 所有人民催生出来的 一个共同的baby来的 虽然这个baby不是很好 只可能在过去22个月很多人大 可是他是我们催生出来的 他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千万不要就让他就这样子而已 因为我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个 10年20年去再催生多一个这样子的baby 因为这需要很多代人的共同努力 所以千万真的不要轻言放弃 不要轻言放弃 哇 我觉得预港讲的很感人一些啊 比上次的那个色情团团团辩论还要感人 哈哈哈哈 开个玩笑 那这周有什么话想要说 我们接上去怎么说 我们的对手 特别是巫统 他认为他有固定的基本派 他可能也真的有固定的基本派 那过去呢 巫统都不希望有太多人投票的 巫统号称有350万党员 然后他通过选区划分 通过小选区 乡区小选区 城市大选区很多选民 然后呢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确保说 比如说行动党支持者多地方呢 他就一个选区有3万人 但是巫统的支持者多地方呢 一个选区可能1万2千人 巫统通过这样的方式 认为说他可以掌控选举 当然马六甲今天的挑战就是 很多选区都是小选区 人数不多 选民人数不多 巫统过去的方式就是 你最好不要这样多人投票 大家不出来投票我就赢了 我靠党员就赢了嘛 但是今天 为什么巫统会失去政权 因为很多人出来投票 2018年 突然间 大家都出来投票 倒纳吉倒巫统 2021年 到底马六甲的选情会怎样 关键可能不在于说 各个政党的支持率有多少 关键在于多少人出来投票 所以我同意郁刚的讲法 2021年马六甲选战 关键在于 您到底是否出来投票 好 非常感谢今天两位给我们带来 这么精彩的论坛和内容 那我们每一天9点呢 将会线上直播 马六甲周选的这个节目 包括线上全然吗 还有论坛 希望你明天可以继续 守着我们的Facebook Line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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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